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股市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的新抗癌药在美国获得批准 但价格将是原价的30倍 黄金锭和东京公寓 中国的资金流向 准备降落 随着C919起飞 航空供应商扩大在中国的存在 台湾的总统选举是展示民主力量的机会 中国的TCL科技缩小了芯片设计的雄心壮志 请大家收看 中国的新抗癌药在美国获得批准 但价格将是原价的30倍 南华早报 最近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批准的中国抗癌药物在美国的售价将远高于中国 上海军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托瑞帕利丹抗 ToripoliMap上个月获得FDA批准 其在美国的价格将比中国高出31倍以上 同样 总部位于东京的武田制药公司的富奎蒂尼 Fraquintenad 在美国的价格将比中国高出24倍 根据托瑞帕利丹抗的市场营销商 科赫勒斯生物科技的文件 该药物的单季 瓶装在中国的价格为2000元人民币280美元 而美国的批发价格将为8892.03美元 预计价格上涨是由于中国和美国药物定价方式的差异 而不是后者国家研发成本更高 黄金定和东京公寓 中国的资金流向 纽约时报 中国的富裕人士 今年已经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国外 利用了近三年来有效封锁中国边境的Covid防控措施的结束 他们利用储蓄购买海外房地产 股票和保险 现在他们可以再次飞往东京 伦敦和纽约 中国旅行者一直在日本购买公寓 并将资金投资于美国或欧洲的账户 这些账户的利率比中国高 资金外流部分表明了 中国对其从疫情中复苏的不满 以及更深层次的问题 如房地产行业的惊人放缓 这是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 对一些人来说 这也是对习近平领导下经济走向的担忧的反应 习近平采取了强硬措施打击企业 并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加强了政府的影响力 在某些情况下 中国居民正在寻找绕过政府对资金转移的严格控制的方法 他们购买小金条 将其悄悄地分散在随身行李中 以及大量的外币 房地产也是一个选择 中国买家已成为东京价值300万美元 或更高的公寓的主要买家 他们经常用装满现金的手提箱支付 东京在现房地产销售服务公司神居渺算的首席执行官赵杰说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要数这么多现金 据估计 今年中国每月流出的资金总额约为500亿美元 主要来自中国家庭和私营企业 专家表示 中国资金外流的速度 可能不会对该国17万亿美人的经济构成极实风险 主要是因为该国许多主要制造产品的出口强劲 带来了稳定的现金流 大规模转移家庭储蓄到其他地方可能引起警觉 近几十年来 资金大规模外流在拉丁美洲 东南亚 甚至中国本土都引发了金融危机 2015年年底和2016年初也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 一切迹象表明 中国政府认为它已经控制住了局势 中国资金外流削弱了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货币的汇率 人民币的疲软有助于维持该国的出口 这支持着数千万中国人的就业 从中国流出的资金非常可控 恒生银行上海办事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说 中国立法者继续采取一些限制资金外流的措施 这些措施是他们八年前为了遏制货币危机而实施的 当时实施的其他限制措施 如对出口和进口的审查 以便发现国际资金转移的隐秘策略已经被取消 今年也没有重新实施 尽管资金外流已经恢复 中国资金外流大致与该国大规模贸易顺差的资金流入相匹配 令许多国家 尤其是欧洲国家感到不安的是 中国出口的太阳能电池板 电动汽车和其他先进产品越来越多 尽管它已经用国内生产替代了更多的进口 人民币的价值 今年早些时候跌至16年来的最低水平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 它一直维持在每美元7.3元左右 然后在过去一周有所上升 8年前离开中国的资金浪潮是由股市下跌 和试图有序贬值货币的失败尝试引发的 中国央行不得不每月从外汇储备中支出高达1000亿美元来支撑人民币 相比之下 根据央行数据 中国似乎从今年夏季中期以来 每月花费约150亿美元来稳定其货币 外汇理事会国际金融专家布拉德 塞测说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是无序的 压力的规模仍然远远小于2015年或2016年 2015年和2016年的资金内流反映了大型国有企业 将大笔资金转移到海外的努力 如今 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政治控制更加严格 他们没有表现出紧托性来动员资金 相反 私营企业和中国家庭一直在将资金转移到海外 但是 人们的大部分财富都投资在不易出售的房地产中 与此同时 八年前 上海 深圳和其他城市的非法外汇兑换公司 被警方突袭关闭 这些公司曾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和其他外币 监管机构也几乎关闭了所有前往中国特别行政区 澳门的赌博之旅 这些之前的赌博之旅允许富裕的中国个人 用人民币购买赌场筹码 将其中一部分压住在百家乐或轮盘赌上 将其余部分兑换成美元 北京还禁止了对酒店 办公大楼 和其他几乎没有地人政治价值的资产的大部分外国投资 中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的制定者 潘工胜于今年7月 晋升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但是 家庭和企业继续寻找将资金转移到海外的方法 在最近的一个下午 中国银行和招商银行 在中国大陆的分支机构销售的金条 比附属银行在附近的香港销售的金条贵7% 这种价格差异表明中国国内对黄金的需求很高 黄金可以很容易地转移到国外 中国大陆居民用来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另一个诀窍 是在香港开设银行账户 然后转移资金购买类似银行存款证明的保险产品 根据香港保险夜间管局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销售给防港的中国大陆居民的新保险单的保费 比2019年上半年增长了21.3% 在疫情期间几乎消失 在香港九龙半岛的中国银行分行 中国大陆居民在早上7点30分等待开户 比银行开门时间提前90分钟 上午8点 排队的人太多了 那些稍后到达的人在工作日结束前 能够到达队伍前面已经很幸运了 香港的保险代理人Valirius Law说 家庭通常会投资3万到5万美人的保险产品 是以前的几倍 因为他们寻找安全的地方来存放储蓄 罗说 仍然有人拥有强大的资本 他们想要一个能保值的投资组合 准备降落 随着C919起飞 航空供应商扩大在中国的存在 南华早报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航空业的知识产权和国内竞争的增加 表示担忧 中国自主研发的窄体客机 C919正努力在全球客机市场上分得一杯羹 但市场目前由波音和空客主导 中国政府已经加强了对双用途物品向中国的出口限制 因此中国已经开始注重自力更生 并在航空领域进行了重大投资 然而航空业是高度技术化和全球化的 使得自己自足几乎不可能 与此同时 中国航空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本地企业在定价和交货方面尤为有竞争力 台湾的总统选举是展示民主力量的机会 日经亚洲 台湾即将于1月13日举行的总统选举 将成为执政党民进党副总统赖清德 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 和台湾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之间的三方竞争 赖清德代表现任总统蔡英文的政策延续 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 两位反对派候选人呼吁与中国对话 而赖清德则拒绝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 并支持与美国合作反对中国 中国急于阻止民进党继续执政 并不断升级军事紧张局势 并利用社交媒体散布有关民进党的恶意信息 选举结果预计将一直不可预测 直到最后 许多台湾人希望保持现状 新领导人应该寻求建立台湾与中国之间的稳定关系 中国的TCL科技缩小了芯片设计的雄心壮志 日经亚洲 中国电视面板制造商TCL科技集团 已关闭其子公司MoreCivicon 该公司设计显示器的驱动芯片 此举是TCL的一项更广泛的业务重组战略的一部分 TCL正在退出一个利润较低的市场细分 关闭MoreCivicon不会影响TCL科技的整体芯片开发战略 因为该公司仍在设计电子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功率芯片 关闭子公司的决定是因为TCL科技上半年出现了净亏损 香港敦促针对中东公司的上市进行目标定位 金融时报 根据香港政府成立的一个旨在促进股市上市和交易活动的工作组的建议 香港应该将重点放在吸引来自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公司和投资者上 该工作组的报告于上个月提交给政府 报告称 由于中国严格的林卡维的政策 与美国和欧洲的联系受到了阻碍 此呼吁是在香港交易所和结算所在过去一年中试图提高知名度 通过在纽约和伦敦开设新办事处 苹果终止与高盛信用卡合作 华尔街日报 据报道 苹果计划在接下来的12至15个月内结束与高盛的合作关系 包括苹果信用卡和储蓄账户 科技巨头尚未确认新的发卡机构 这一举动对苹果的服务业务来说是一个打击 而高盛目前正专注于核心客户 这一合作关系开始瓦解是因为高盛在试图建立全方位消费者业务时 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负债累累的中国地方政府急于通过210亿美元的专项债券来拯救小型银行 路透社 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大量出售专项债券 向陷入困境的小型银行注入资金 今年迄今为止 地方政府已筹集到1523亿元人民币211亿美元 但与中国小型地区银行面临的估计2.2万亿元资本缺口相比 筹集到的总资金仍然有限 银行的资本需求是由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深化危机推动的 该市场占中国经济的约25% 中国是量化宽松出现作为解决房地产问题的选择 彭博社 据彭博社援引的未居民消息人士称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中国人民银行TBOC可能会采取量化宽松QE政策 据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正在考虑通过一项名为质押补充贷款 PSL的计划 向建筑项目提供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400亿美元的低成本资金 根据这个计划 央行将接受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作为抵押品 用于向住房和基础设施领域提供贷款 2014年至2019年期间 中国曾经使用量化宽松政策来支持房地产建设繁荣 这导致货币创造和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 房地产行业曾经是中国经济的四分之一 但目前仍在持续下滑 10月份房价下跌创下8年来最大跌幅 中国的人工智能收益将推动经济增长 收益将达到数万亿美元 麦肯锡 南华早报 据麦肯锡公司称 未来十年中国公司有望大举投资于推进人工智能 AI领域 年收益潜在达到数万亿美元 AI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战略驱动力 中国企业渴望在不确定的商业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 AI语言模型CHATGPT的普及激发了中国的AI竞赛 麦肯锡估计 生成是AA每年在中国可能产生2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然而 北京的AI雄心面临挑战 因为美国限制了中国公司使用美国云计算服务的权限 投资泰斗查理 芒格去世 享年99岁 华尔街日报 查理 芒格是沃伦 巴菲特的长期商业伙伴 也是伯克希尔 哈萨维的副主席 他于2023年1月16日去世 享年99岁 芒格在塑造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和决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敦促巴菲特专注于以可接受的价格投资于优秀企业 而不是以廉价价格投资于平庸企业 芒格的影响力使巴菲特在西斯坦果和比亚迪等公司进行了重大投资 芒格本身也是一位杰出的投资者 通过他的投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年化收益率24.4% 他以尖刻的幽默对传统智慧的鄙视和直率而闻名 芒格和巴菲特于1959年相识 并成为亲密的朋友和商业伙伴 芒格的常识和机制使他成为投资者中的名人 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听从巴菲特的意见 但在私下里对巴菲特的投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 芒格已拒绝潜在投资而闻名 因此被称为可恶的否定者 然而 他也敦促巴菲特在科技领域进行投资 刘比亚迪和伊斯卡 芒格是一位慈善家 曾向各种机构捐款 他还是一位业余建筑师 设计了自己的房子 芒格的追随者们出版了国际畅销书《查理的年鉴》 这本书是芒格的著作和关于他的文章的选集 他强调了在投资和生活中勤奋和平静等美德的重要性 即使到了90多岁 芒格的幽默感仍然完好无损 教皇方几个因流感取消参加COP28计划 华尔街日报 教皇方几个因健康问题取消了参加迪拜执行的 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计划 范蒂刚宣布 教皇患有流感和呼吸道炎症 这增加了对教皇健康的担忧 因为他近年来有过几次健康问题 尽管教皇的病情有所好转 但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前往迪拜 教皇方几个在任期间将环境保护作为重点关注 并将成为首位参加气候变化大会的教皇 范蒂刚目前正在寻找让教皇参与第28届大会讨论的方式 中国京东方O将建造一座价值90亿美元的 先进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工厂 日经亚洲 中国面板供应商京东方科技集团 宣布计划在成都建设一座价值88.4亿美元的生产设施 用于制造采用8.6代技术的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屏幕 这些屏幕将用于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 比早期的产品更高效 并且可以制造更多的显示屏 京东方的目标是与市场领导者三星电子的生产效率相匹配 该工厂的生产能力相当于每月生产3.2万块玻璃机板 并将雇佣8200名工人 京东方目前在OLED面板市场上占有8.6%的份额 中国央行行长表示 中国将在未来一年内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增长 南华早报 中国央行行长潘工胜表示 随着中国从以房地产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转向以高质量增长驱动力为重点 预计中国将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 但这种模式不太可能继续下去 相反 政策制定者正在致力于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并形成新的增长驱动力 房地产市场也正在发生变化 需求从新房转向二手房和租房 台湾富士康计划在印度投资15亿美元建设工厂 以增加印度iPhone的产量 日经亚洲 据报道 作为苹果的重要供应商 富士康计划在印度新建一座价值15.4亿美元的工厂 扩大iPhone的生产规模 该工厂的具体位置和生产细节尚未透露 富士康目前组装了约60%至70%的iPhone 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印度 然而 苹果已表达了在印度扩大生产和销售的兴趣 预计到2024年 印度制造的iPhone的比例将从2023年的12%至14 增加到20%至25%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常驻于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将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摘要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新抗癌药在美国的价格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的托瑞帕利丹康和富奎替尼 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但其价格将是原价的30倍 这是由于中国和美国药物定价方式的差异所致 而不是后者国家的研发成本更高 这表明中国在抗癌药物研发和创新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但也暴露了药物定价问题的挑战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的资金流向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中国的富裕人士正在将数千亿美人的资金转移到国外 利用了COVID-19防控措施的结束 这些资金流出部分反映了中国对经济复苏的不满 以及对政府控制力增强的担忧 中国政府通过限制资金外流的措施来控制局势 但这也引发了对于中国经济稳定性的担忧 然后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航空业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的C919宅体客机正在努力在全球客机市场上奋一杯羹 并增加了对中东公司的竞争 这显示了中国在航空领域的重大投资和发展 但也引发了对知识产权和国内竞争的担忧 接着让我们关注一下台湾的总统选举 根据日金亚洲的报道 台湾即将举行总统选举 这是展示民主力量的机会 这次选举将是由民进党 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的候选人之间的竞争 选举结果将不可预测 但许多台湾人希望保持现状 并希望新领导人能够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TCL科技集团 据报道 TCL科技集团关闭了其子公司MoreSilicon 这是该公司业务重组战略的一部分 这显示了TCL科技集团在市场细分中的调整和转型 并将继续进行芯片开发战略 然后我们关注香港的金融市场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香港政府工作组建议将重点放在 吸引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公司和投资者上 这表明香港正在努力提高知名度 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 接着我们谈谈苹果中止与高盛信用卡的合作 据报道 苹果计划在接下来的12至15个月内 结束与高盛的合作关系 这对苹果的服务业务来说是一个打击 这也显示了高盛专注于核心客户的战略 然后我们来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大量出售专项债券 以救助陷入困境的小型银行 这显示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深化危机 对银行资本的需求增加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中国的量化宽松政策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央行正在考虑通过一项名为货押补充贷款 PSL的计划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努力应对房地产问题 并推动经济增长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 据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公司有望在未来十年大举投资于人工智能领域 年收益潜力达到数万亿美元 这显示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突破 并为中国企业在不确定的商业环境中 获得竞争优势提供了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和挑战 我希望以上的分析可以帮助大家 更好地理解这些议题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